Hello 欢迎大家来到 加加空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间给我们放盘的一个香港人业主 他在Stockport有一间两房的Semi Detached 给我们放租的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看看这间屋的位置在哪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Glass One Grif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间屋的位置 离开去北远就已经有个Medical Center 其实如果你走路去的话 说的是一分钟的车程 或者走路只不过是三分钟而已 另外也是在两分钟内有巴士站 再下来一点 这里再多走一倍的路程 大概是五分钟至六分钟 就已经有麦当劳了 大家看到吗 接着走到这里还有家具店 也有卖一些装修的地方 然后再过来一点 这里 就已经是Astar Superstore 开车只需要三分钟而已 如果你走路的话 也只是十一分钟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的 基本上你没有车的话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上面你看到这里还有 Strength Performance Stop 或是Gym来的 我们再过来一点 我们现在看下来一点 下面这里 一直到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有Stokport的大型购物中心 其实离开开车都是7分钟 即使你走路 也是18至20分钟 所以这里的交通是超级方便的 围着它还有Tesco Extra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看 离开Tesco Extra 是5分钟的车程 走路也只是15分钟 所以在你15至20分钟的步行圈里面 你要买的生活任何东西 基本上已经齐了 好了 再下来我们看看 这间屋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 在它的附近有几间小学 例如是这间 White Hill Primary School 是一间Good的学校 也是Not Over Subscribed 另外第二间 就是St Mary Church of England Primary School 这间就需要教友才可以读 再下来就是这间Broadstone Hall Primary School 这三间学校都是Good的小学 另外这里也有一间Independent的学校 就是中学来的 就是Penalf Group School 8至16岁 如果中学的朋友 这区就可能未必比较适合 如果是小学的话 这里也有三四间学校可以选择 所以那个校网 都算是比较多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这间屋 大家一看到镜头的画面 就知道 这间屋是在一个挖头路 我们英文叫做Coldesac的地方 即是说车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进来 其余不能再有别的路可以出到 例如360度的镜头给大家看一看 OK 首先我们现在走过来 就会看到这间屋里有一个铁闸 你拉开了铁闸之后 你看到那个地面 其实实际是可以拍到一架车 OK 让我们先关掉铁闸 你会看到其实这个位置也挺宽阔的 门口四个颜色的垃圾桶都在一起了 右边其实是可以进入车房的 那我们稍后会看看 OK 进入到这个位置的玄关位 地下铁了组织 这间屋是全新装修的 那里面有一道木门 那我们先拆一下脚 关在前面的门 然后进入里面去看看 OK 那我们现在走进来 首先去客厅看看 那客厅其实也挺大的尺寸 那这个客厅是全Laminate的Flooring 那我们也油了油 连到墙子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客厅 都是全新的装修 那我走过来这边看看 那这个客厅大概有 百三百四尺左右 那尺寸也很见识 正方形一个客厅 那这里看出去 就是外面的停车的位置 这一头是比较清静的 就是这一头 OK 那我们再走进来 就是那个厨房的位置 那厨房仍然都是Laminate 敲给你看 真的Laminate 那进来这一道 那厨房是全新翻新过的 那天花装了一盏灯 还有一个smoker 走过来这一边 就有一些厨柜 那里面有些保养说明书 那一堆东西全都是新装的 那些coker hood 焗炉 那这个全新的 在Gas 那里面有两个的焗炉位置 那另外呢 有一个新的抽油烟机 那这个抽油烟机呢 是抽出去外面的 你看到一个box 是把风抽出去外面 那有个星盘在这里 对了 然后那里就是看着花园的 那这里的厨柜打给你看看 花园就在这里 全石屎地的花园 那我稍后会出去再看一看 好的 那看一看厨房先 那打开这个门进去 那就是一个小乾坤的 没错 这里就是有一个storage storage里面有个boiler 那另外你可以放其他杂物 烫衫板 或者是吸塵机 你都可以放在这个storage位置 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楼梯底位 我给你看看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走出来 好了 那我现在回到客厅那里 那你见到呢 两块暖板 那全部都是电暖板来的 这些全部全新装的电暖板 一开就立刻热的了 楼梯呢 是铺了全新的地毯 那左右两面墙 都是游过新的油 的 OK 那我们上到来呢 这间屋呢 是有两间房 那我先看看右手边那只窗 那这里呢 就望向花园的右手边 看到那个车房吗 白色门那个就是车房 来的 OK 那看看 左边一间房 右边一间房 再右边呢 就是厕所 厕所也是全新装修的 那它不浴缸了 就直接是一个浴缸了 那这个浴缸位呢 也都在厕所里面的 砖是铺到上顶的 那这个烫门式的浴缸 那我自己就比较喜欢这一种 那电的花灑 那即开电即有热水了 不过呢 水压呢 就可能会比传统的boiler 稍为差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所有砖的铺到上顶 那便游了一些灰色的瓷砖油 那有抽气线 亦都是名刺 是有窗的 那坐刺 暖板 各样呢 都是全新的 那另外要看看 这个暖板呢 都是电的毛巾架式来的 那就是一开就即着了 那我出来呢 看看右手边第一间房 那大家看到第一间房呢 其实尺寸也很大 也有百三四尺 放在商人床啊 放在衣柜呢 绝对是绝绝有余的 那这间房呢 亦都是一个电的暖板 全家屋的暖气系统呢 都是用了电的 那因为之后呢 反正呢 因为这个排气问题 要Net Zero 那英国呢 那所以呢 都是尽早用电 那遲些都可能会买 boiler 都可能会换电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看一看出去的花园 那你看到是全石屎地 右手边有少点杂物的 我们呢 我们呢 以后会再放在下面 看清楚的花园 那你见到呢 隔离左右呢 都是别人的花园 那所以其实这里呢 后面的 Security 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别人要砸到别人的花园 才能砸到你的花园 那我们呢 看完这一间房了 现在呢 就去看第二间房 是怎么样的 第二间房呢 這個尺寸還要再大一點 看到它是一個長方形 再加上左邊凸出來一點點 也是鋪了Laminate的Floaring 這間房子也是有一個電的暖板 一盞燈在中間 讓大家看看暖板 我走來角落後讓大家看看這間房子 感受一下空間感 這間房子真的挺大的 這個位置剛剛好就可以放一個衣櫃 這個位置 OK 我們現在出來到花園看看 花園地面是全石屎磚地 你看到後面的欄都在很好的狀態 短期內都不需要怎樣維修 不會你住住的 就算掉了,業主也會負責 你看到這個膠袋 業主會拿走 後面整體來說 沒有任何東西需要打理 前面也有一堆雜物 這些是業主也會拿走的 這裡走過去就有個鐵欄 出去就有一道大門才出去 外面的門口位 這道白色的門就是去過車房 不過業主今天鎖了車房 所以我們不能進去參觀 今天關於這間屋的介紹 就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租盤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去我們Gaga Home的Facebook 右下角這個Button 按進來 PM我們的同事 我們同事就會給你們 關於租盤的資料 另外就是我們Gaga Home 今天一直都有幫香港人的業主 去配對租客服務 就好像你們在影片中看到 所有我們幫忙放租的租盤 都是香港人業主 而他們找的租客都是香港人 所以我們是負責幫這些業主 去找到適合他們這間屋住的租客 另外就是我們的服務 就是包括Manchester Leeds Coventry Birmingham Nottingham 這些中部地區 如果你是有任何租盤 你想放租的話 你是within這幾個範圍裡面 我們都可以幫你去拍片 以及提供出租的服務 我們的服務是包括 幫你起租約 幫你去找租客 幫你去做check-in check-out 另外也幫你的deposit 放到相對的deposit scheme 確保租客可以安全安全 穩穩陣陣 去到你的屋裡面入住 但是如果你是租客 而想我們去幫你找一些租盤回來住 暫時不好意思 我們就沒有這個服務 除非是有業主放一些租盤 讓我們去出租 我們才可以提供租盤給租客 好了 這集整個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下次我們再和大家見 拜拜